复兴空难坠毁澎湖民宅后搜寻工作难上加难 光是机体太大就算大型机具也不容易运作 飞安会跟刑事局人员只好将飞机陆续拆解 靠人力是一一运出 要待会分析厘清空难原因 用电锯将机骸锯断 飞机残骸实在太大 没办法进行机具脱掉工作 只好用人力慢慢拆解 国旧人员从断源残壁中拉出复兴航空坠机残骸 断成三段的机身还可以清楚看见机尾的复兴航空标志 飞安会以及刑事局人员穿着白色衣物 在飞机残骸中钻进钻出 找仪器还要拍照记录 与现场采集的DNA一起送回飞安会检验 除了清理现场 消防人员海巡署以及国军也加入了搜救遗体的行列 在巡货三具罹难者遗体 现在等于是说我们国军 还有海行单位 还有我们消防局警察局这部分 我们都是加强还是在不间断的海行搜索 散落四周的遗物以及乘客的物品 被装成一袋袋 经过分类后会再送往殡仪馆 现场还可以闻到浓浓的烧焦味 在23号晚间飞机就是从这个方向 直接冲往了住宅区 可以看到这房子不是半毁 就是全毁瓦砾堆散落一地 飞机之后直接冲向了这间民宅 然后起火爆炸 当地居民回想当时飞机坠落当下 表示天气状况真的很糟 到现在还是雨季有存 然后就看到火光 然后看到火光以后不得了越烧越旺 然后没多久就听到爆炸声 另外交通部长叶匡时也搭早搬飞机 到飞机失事现场 待了五分钟了解情况 我们每天早上还有下午 会有固定的新闻发布时间 期待那个时候好不好 各单位出动在现场搜集资料 详细调查不间断 要了解飞机失事原因究竟为何 UGN TV许一娟 由昌晃李宗宪彭湖报道